城隍是中国宗教文化中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 城隍庙网状般军营分布 祭祀活动和参与人数众多 同时城隍神的形象往往极具地方性 通常是本地英雄 但令人惊奇的是 在新加坡、印尼、韩国、马来西亚等地 也不乏大量城隍庙存在 甚至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郑图友 在接受中心设计者独家专访时指出 城隍文化是海外华人之间 海外华人与中华故土之间产生连结的重要精神纽带 并且以其包容性融入海外当地 是传播中华文明和传统价值观的桥梁 关于它的起源推到新石器时期 城就是城墙 环就是护城河 这是这两个实在的物体的一个具象化以后的一个 神性化以后的这么一个产物 城隍作为一个神灵 原来可能是三国时期才出现 三国时期有这个城隍池的出现 那么这个应该是城隍信仰的一个族形了 镇图友告诉记者 在城隍神演变中 其功能一直是地方保护神 明代是城隍信仰发展的转折点 朱元璋与洪武园年发诏书 所有建筑为县及以上的城市都要建造城隍庙 城隍文化也是唯一一种以城市为主体的民间信仰 城隍文化为何会在海外广泛传播 镇图友表示 因为城隍神保护的功能恰是那些漂洋过海 要在陌生之地立足的华人所特别看重的 此外在中华文化中 清源与地源虽然是凝聚人们的最重要因素 但是覆盖范围仍然有限 这时神源的作用就会体现出来 镇图友透露不少华人早已扎根海外融入当地 中国民间信仰随华人出海在异域生根后 以华人为中心在当地更大的社交圈中产生影响 并吸引其他族群的人加入 华人他也有个交集圈 他不仅仅是华人自己 他还有跟当地人的交往 所以他通过信仰的慢慢影响到 其他周边的族群的那种价值观 被当地人所接受 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对我们中华文化的传播 也是有好处的 中华传统民间信仰会在第二代 甚至第三代海外华人中日渐示威吗 镇图友表示 出海的传统信仰反而在当地华人之中 得到了保留和继承 代代相传 我有一年去槟城参加九皇爷的那个活动 来这个祖庙刷香的这些 他实际上也很多青年了 这几年的那个复兴呢 可能主要是我们对传统文化开始重视了 非以开张对民间信仰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吧 就是说他实际上为民间信仰很多 做了一个证明的工作 镇图友指出 综观当前中国大陆的民间信仰文化活动 统治化现象较严重 不同的信仰文化尚没有突出自身特色 这是需要思考和改进的